中国只用了短短70年的时间从一个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,奋力学习到GDP排名第二个强国。 曾经嘲讽过中国的国家,现在都要对我们另眼相看了。 其中最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,我国的军事发展,也是与越俱增,中国每一次发布新型军事武器的时候,都能引来各国媒体的争相报道。 这部,前段时间我国刚刚亮相了一款山猫突击车,该突击车的性能和作战能力更是让各个国家散布绝口。 山猫突击车,顾名思义是一款适合在山地,沼泽和丘陵地形作战运术工具的军事武器,不仅可以装榴弹炮和反坦克炮,而且连反坦克导弹都不在话下。 山猫突击车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,跟传统动力系统不同的是,它使用的是我国自己特制的彩油机,使用彩油带体积油提供动力,虽说使用的是彩油,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它的功能。 甚至比美国的MATV还要牛,山猫突击车的体积相对较小,但是它可以推动制射5吨以上的东西,速度也是惊人,达到100线米每小时。 由于中国的山猫突击车性价比超高,应得许多国家前来中国采购,现如今,山猫突击车已经陆续出口到了十几个国家了。 一般这些国家作战的多维凹凸不平的山地,像传统的作战武器根本没办法满足它们。 而我国的山猫突击车,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福音啊,其中对我国山猫突击车最为感兴趣的就要属瑞典。 聊,瑞典愿意花重金,向中国购买山猫中使用的彩油机的技术,毕竟人家不差钱啊。 更夸张的是瑞典表示愿意拿出自己,在世界上排名第二道自动火炮,来跟我们做这比较。